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8月14号的新眼光 我们要看希伯来书4章12到13节 我们一起来看 上帝的话活泼有效 比双刃的剑还要锋利 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透 他能判断人心中的欲望和意念 没有一件事能向上帝隐瞒 上帝所造的都赤裸裸的暴露在他眼前 我们必须向他交账 我非常喜欢他作者用这个 非常人性化的这样来形容 上帝的话很人性化 而那个人性化呈现在 那个刀锋剑影那个剑 你看到那个画像剑 也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形容 可是这个人性化 却为我们带来了审判 却为我们看见了那个敏锐度 功效 锐利等等 穿透力等等 你看到他在这边的形容 犹太人有一句谐言 他说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人的时候 谁也不可以置之不理 这句话说的大家都能明白 可是我们会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听了上帝的话 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听 这个很有意思 常常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想不透 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种种 我们不了解那个经历跟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哇 为什么是这样 我举一个例子 曾经在一个教会当中 有很大的纷争 这群人说这样 这群人说这样 那到最后 这群A的呢 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这群B的人走了不一样路线 然后中间后来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 这是一个第三方跳出来说 难道你们都不怕上帝吗 难道你都不怕上帝 你们都不看上帝的话语吗 你们不看上帝什么 因为这两方朝的已经不可开交了 朝的教会都要分裂了 我觉得犹太人的谚语就非常有意思 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 谁可以置之不理 当你置之不理的时候 那谁才是上帝呢 我们要看他的 虽然只有两节 但他里面谈到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确实喔 活泼 然后上帝的话语是有功效的 活泼呢 你常常有没有觉得上帝的话语是很活泼的 我常常这样的认为 因为不管在你的生活里头 有时候上帝的话语就这样成为你的帮助 上帝的话语就成为这样的教导 但相对的 上帝的话语也有时候常常会重重的责罚我们 这是为什么他的话语上帝的话会是活泼呢 你会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万物都会变 都会变迁都会过去 可是上帝的话语不会过去 上帝的话语仍然活泼真理实际可信 只是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人必须面对就是听或不听接受或拒绝 这也是这个犹太的谚语里面所讲到的 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 谁可以自知不理 而当我们接受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这活泼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上帝的话语就带有功效 他甚至能刺穿 能穿透 能敏锐看见我们所有生命当中的欲望跟意念 当我们相信实践上帝的话语 他会带来改变的时候 他甚至看见我们的灵魂体 关节骨髓等等 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 会刺穿我们整个身心灵 我们想要脱离上帝话语 我们的生命想要 以为我们可以掠过上帝的这些 这些 我们说如果当我们上帝的话语 像一个S光机的时候 我们进去全部一览无遗 我们以为我们想要跳过 都没有办法 在上帝的里头 我们完全原形毕露 被扫射 但是上帝的话语却带着这样的功效 是引领我们遇见他 如果上帝的话语不是活泼 不是带领我们遇见他 那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讲又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旅行家 叫达尔文 他到了南美洲一个小岛 就看见那边的原住民 然后那边的原住民过着他们很原始的生活 就是你知道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原住民 他们是保留他们原始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他们没有穿衣服 用大自然成为他们的衣服 那达尔文就到南美洲的地方去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们 哇然后还 还就是捕猎啊 狩猎啊 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 他就当下在那边看一看之后 他就下一个结论 他是去旅游的嘛 然后他就说 哇这样子原始的形态 这群人要进化到像我们这样 他说可能还要一世纪超过 搞不好超过一世纪 然后他三十年后有机会再去 这个部落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部落已经改变 后来才知道是有宣教师到那个部落去 传了福音 让他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改变 上帝的话语就是透过人 刺穿人的身心灵 让人的身心灵得到得着改变 灵魂体都得到属于上帝的 被上帝改变的这样的情况 你愿不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改变 你愿不愿意接受 你是接受或者是拒绝呢 求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利器 也成为我们上帝 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慰 我们一起祈祷 让你的话语成为 两刃的刀 也成为医治的刀 成为建造的刀 也成为责法的刀 就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得着更新 也得着安慰 祷告风雪顺名求 阿们